三级警戒的影响,花莲赏金业者停航将近两个月 13号为解封第一天,多罗满赏金一早八点半就出海首航 疫情的关系承载量降低,空间也较以往宽敞了许多 而18名的游客是来自不同的县市 首航就看见了花纹海豚以及抹香金现身 业者也全程直播放送海上的画面,民众惊喜连连 13日是疫情三级警戒部分松绑首日 一早八点半,多罗满赏金业者在为解封后首度出航 多罗满赏金总经理吕世明表示 前几天陆续接到预约电话 包含专程开车来赏金当天往返的外县市游客 首航虽然没有达到原定最低开船人数 但仍然开船,也落实防疫规定确实消毒船只 让游客放心赏金 在家里也闷很久了 对,然后想说来花莲应该比较 相对其他县市的话,人口密集度应该比较低 相对安全 有看到哪些金属? 五香金跟花莲海贵 心情觉得怎么样? 心情觉得好刺激 好刺激是不是? 今天因为是微解封的一个首航班 你们是之前就已经有准备要来这边搭乘这个上线船 还是临时的一个确定? 有打电话先问说微解封的时候 他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营业 那他们说13号就会有 所以我们就13号去订 是特别下来这边为了要来看上线? 是 是从哪里来? 台北 没关系啦,没关系 上午8点半首航共18名游客登船 出海不到一小时就看到一群花纹海豚 以及近五年募集率只有2.3%的石头抹香金 交客现身 那游客船员都很惊喜 从花莲港8点半出港之后 一个小时之间我们就第一群遇到了花纹海豚 慵懒在海上与大家见面 就没想到我们在看到花纹海豚的时候 船长就大声的喊说在另外一处已经本轰出现 所谓的本轰就是在花莲曾经多年的金玉累积的记录之下 是记录2%看得到的尺金最大型的金种 抹香金 就没想到我们这个是个航班 在首航的航班就第一次出去 那没多久我们的确看到了抹香金 而且令人意外的事情是不但只有一只而是一群 为什么这样说是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抹香金的非常小的小baby 后来看到了青少年 接下来看到了拇指队 然后像刚刚其实看到了一只非常大的 大概有十二尺长的这么大的一个抹香金 让船上人非常非常的惊艳 那除此之外多路板赏金也在海上做直播 那在直播上面虽然没办法 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法出海的人 都在萤幕上面非常的赞叹 都觉得这一艘船是人品大爆发 看到非常多精彩的抹香金 微解封的状况之下 基本上在船只上面的消毒跟清洁 包含了像今天我们买了很多的设备 让船长能够做全面性的消毒 包含了船上所有的人穿着的救生衣 那同时之外 最简单的比如说量体温戴口罩 以及人数上面的限制 包含了像这艘船 明明是人数最上限的是 核定的人数是33个人 但是我们是自动的降低到了六成以下 也就是说18个人以内 甚至于像今天的船班 是有很多是从北部钻程过来 其实真正属于客人的部分 是不到10个人搭乘这个船班 老实说虽然说收入 其实完完全全无法支出这个航班 但是我们其实是很开心 能够让更多的人 一起能够感受到大海的美丽 原本船上可搭载31人 因为疫情降低承载量 一船只载18人 实施石连制戴口罩量体温 加强环境倾销禁止饮食 航班结束后 全船设备再消毒 赏金采预约制 时间出航都会在官网或脸书 粉丝团直播 希望让爱海民众 现象也能欣赏海上风光 度过这段苦闷疫情 记者讲方言 华林氏报导 以后 我的项目 项目